来啦,今天跟你们说什么 你看看这个,什么来啊 什么来的 就是 一 三娇 我是给你们吃 教你怎么 很快的三娇 如果你们呢 比如说 当你去巴山 这是买 三娇时候 你买最清的 清的好像这个六色也可以 最太阳都 晒一晒 晒一晒,然后放在家里 放到往往,一点点往往 然后呢 包住来 往一点点就可以了 包住来 那么很快有得吃的,可以吃的 所以为什么我这次最介绍 我有一个生这个 视频,但是为什么 我经常做多一个 歸三娇 有没有看到这个三娇 很特别 很特别啊 刚才我吃了,我不可以 不吃了 你看 就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可以拎着 我拔出一条 给你看 示范给你看 当我切的时候 它清的时候 我不小心 真的被 弄破了 弄破了 事后,原来不熟啊 怎么办啊 很久到现在,我都遇到这个问题 你不可以 包了嘛 它会烂掉 但是呢 你用了这个方法 不会烂 因为我昨天 包了之后呢 真的可以拿来吃 怎么包呢 当它 你不小心 搅一下 不小心一下 然后呢 那个 纸的 纸的后果 那种 不可以用一种 塑料 的素容 它比较 没有透气 用纸的 它会有一种透气 然后呢 拌一条 生椒 拌出来 拌一条 生椒 它没有熟的 它没有熟的 我示范给你看 这条是熟的 完全 包着它的口 包着它的口 对替一种皮 然后呢 拿一双椒 这样 你看 你看 包起来 如果你看 就没有熟 就看一下 看 啊 可以熟了 你看 本来 那些生椒昨天都很清的 那一条呢 也是很清的 你看 那些上面比较熟 所以我包到 一个网上 完全熟了 为什么 当你们去巴山买的时候呢 那些生椒呢 你看 拌出来 怎么软 哎呀 就烂掉 一撞就 回到家里 看到你不想吃 所以 我很多时候 我都是买清的 或者 这个人 清的甚至 那买回家 就是 太阳啊 嗯 或者没有太阳 没所谓啦 有些家里没有太阳 你放在台上 放到它 往往啊 你想 往了 拿它包 因为往了呢 可能 有充盈啊 蚊蚁啊 所以当你呢 看到它已经 小小旺旺了 就 很快 可以吃到 所以这个 是 打 九 三椒 不熟的 三椒的好方法 我吃了 不会浪费了 就是这样 OK 嗯 哎呀 好 好 拜拜 拜拜